歡迎收看有熊老師佩妮教數學 那我們這一集要介紹這個必是定理 介紹一下畢達哥拉斯這個人 在之前我們曾經介紹過他是如何證明必是定理的 在這一集我們順便介紹一下他的兩個重大的發現 畢達哥拉斯的重大發現 就是他發現有一些數字很特別 他把它稱為三角形數 三角形數分別是1和3和6和10和15 還有21不畫了 其實這個1 我們在這裡就把它寫到表上 3就是1加2 1加2加3就是6 1加2加3加4是10 把這個流到你的本質上 1加到5是15 1加到64 15再加60 21 那我們直接跳到1加到10的話是55 這個很值得記 我大概老師也會要你們記起來 1加到9就是把這個10不要 所以是45 1加到100是50 那畢達哥拉斯他們就發現了有這麼一個三角形數的存在 同時他還發現了一個 正方形數 正方形數是 正方形數就是 這個 1 4 9 16 25 所以其實正方形數就是完全一方數啦 那 畢達哥剛剛是發現一件很特別的事情 我們可以來留意一下 他說啊 其實這個正方形數 其實這個正方形數你看喔 4的話是3加1 9的話呢是這個6 1加2加3 加到3 再加2加1 6加3 然後這個16的話呢是10加6 上面一個 下面一個 有沒有 下面一個 對不對 25的話呢是15和10 是不是這樣子 那 所以說呢 第N個 第N個正方形數 只要我們寫成正方形N 正方形N呢 第N個正方形數 它其實就是第N個三角形數加上前一個三角形數 這個是畢達哥拉斯的發現 那其實我們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它 這個正方形數呢如果我們把中間這一層抽掉 好 比如說9好了 9我們把中間這層3抽掉上面是1加2下面也是1加2中間是3 換句話說呢它9呢第3個正方形數它其實就是 兩組的第2個三角形數加3 對不對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把那個三角形數跟正方形數 做一個 這個對齊 所以說這個正方形數呢其實是兩倍的 這個 N-1就是它的前一個三角形數的兩倍加N 也就是說 3的平方是1加2加3 舉例 3的平方是 這個 1加2加3 應該它只有加到前一個 所以3的平方是 這個 1加2 2倍之後加3 那或者你也可以說是1加2加3 2倍之後減3 我們說它是前一組三角形數 2倍之後加3嘛 那我也可以說它是這一組三角形數 2倍但是少 一條 所以它也可以說是2倍的這一個 減 N 這樣子 它是第N個正方形數是兩倍的這個 第N個三角形數減N 我們把 這三個都留起來然後你把就是流戰的筆記本上面 然後把我們剛剛最後這個推論出來的 做一個記號 那 大概有一個概念 從這裡我們可以了解到呢這個 這個就是 完全平方數 它們 跟這個連續整數和之間有一種關聯 那麼說到 畢達哥拉斯他發現這個 必是定理的方法 我們很快的再說明一下 在之前的某一次閒聊裡面我們曾經提到過 畢達哥拉斯他們想要找到這個 長是A 寬是B的 長方形它對角線的長度 那 於是他就發明了這個方法 他說如果我去找一個長跟寬都是 就是正方形 它邊長是A加B A 我的A比較大 這樣子的正方形我找兩個 那找兩個一模一樣的正方形之後呢 我把它的邊長按A跟B去分掉 這個分成這樣子 這個分成這樣子 就是說這邊是A這邊是B 這邊是A這邊是B 這邊是A這邊是B 這邊是A 這邊是A A B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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2 3 4 4 2 3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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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是C 於是我們就得到B式定理 A平方加B平方給C平方 介紹完B式定理 詳細的應用 我們會慢慢的再來學 在我們開始使用它之前 我們要先加強自己對數字的敏銳度 所以我們要先教一件事情 我們前面有提到過 就是連續整數的平方差 它就是這兩個連續整數的相加 我們可以用乘法公式來看 如果是19平方-18平方的話 那是A加B乘A-B 因為這個時候A-B剛好是差1 所以其實19平方-18平方 就是19加18 那也就是說N加1的平方 去減掉N平方 就是剩下這個N加1加N 也就是這兩個數字相加 所以在筆記本上面留下這一句 連續平方差就是兩數核 然後把這兩個 這一句還有這個例子寫在底下 這個地方寫成 這樣子 可以嗎 那我們來看一下 1跟4 1平方2平方你會發現他們差 1加2是3 4平方9平方他們差2加3是5 這個6平方9平方 我們這裡改寫1加2和2加3 所以這個9跟16差3加4是7 16要變成25 他其實是這個 他加4又加5加9 那這邊25不要變3 6是加5加6 對不對 有沒有發現 169196 我們在這裡又認識他一次 169196他其實169再加13加14 加27就是196 所以如果你今天記不住17平方是多少 記住16平方256 256再加16加17加33 就是289 就是17平方 所以比如說假如我今天問你 26平方是多少 我們上次列這個表 有一些空格是空著的 但是如果你知道25平方是225的話 26平方是他再加51 因為25兩倍就50 所以25加26是51 所以他再加51的話 其實26的平方是676 對不對 同樣的道理 如果你可以稍微熟悉這個27平方 就是這個81乘以9 是729的話 那麼28的平方呢 就是他再加27加28 27加28的話是55 所以他再加55是這個784 這就是28的平方 所以這個23的平方 就是從24的 從22的平方 484加22加23加了45 所以他就是539 529 5529 529 加45 對不對 所以32平方 不用用我加的 前面才講過 32平方就是2的十次1024 所以33的平方呢 你可以拿121乘9 對不對 121乘9不會難乘 乘以91089 那你會發現它其實就是1024再加32加33 所以它加了65 就變1089 用這個來練習一下 當然這些數字我們不用全部都背 但是就是你可以掌握到原來連續兩個整數它平方的差 它就是這個這兩個數字相加 100加10加1加了21變121 對不對 那除此之外呢我們還會發現 1加2是3 2加3是5 3加4是7 4加5是9 5加6是11 那其實就是它是連續的基數所以在剛才這裡 再寫一個箭頭連續基數 也就是說連續整數的平方差剛好就是連續基數 很特別 剛好就是連續基數那不過說起來不奇怪 因為我兩個數字同時變加1嘛再加1 就是 3也加1 4也加1 4也加1 5也加1 對不對所以從3加4變4加5又再加2再加2再加2 所以它就是一個連續整數 連續基數 x乘y是168 x平方加y平方是這個625 那它要求x平方減y平方 其實當我們湊集了這個x乘y和x平方加y平方 我們就知道我們可以找到 x加y 的平方 那當然我們就知道x加y 那我們也可以知道x減y 所以其實x加y就是這個x平方加y平方加2xy 所以它是625加上兩倍的 168 兩倍的168是336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它其實是9 那x減y的平方呢 x減y的平方的話 這個 625 減336 這有點難減 減完25之後還剩11 所以300減11 289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 x加y 它其實是這個正負31 那x減y呢 它其實是正負17 所以x平方減y平方就是x加y乘x減y 所以它乘出來就是31 31乘17 31乘17多少 所以x平方減y平方的x平方減y平方就是正負的527 好 再來看這一題 這個 x加y是5x減y是7求xy 那這個我們之前講到過 就是說 我都已經知道x加y和x減y 我就直接把x跟y求出來 所以它其實這個 連例x加y等於5 x減y等於7 所以x其實是兩個相加去2 負2 負1 y是6 x是 x是6 y是1 負1 這樣子就解出來了 所以x乘y 負6 接著我們來看第四題 那其實這樣的題目在這一系列之中是最難的 也就是說我們很難直接用看的就 我們很難直接去把 x乘y是負6 x平方減y平方是多少 換出我們想要的其他的值 所以通常出的時候它的數字不會太複雜 所以有一個機會就是你直接用眼鏡看 它多少乘起來是6平方相減是5 你會發現是2跟3 另外一個方式 就是我們真的要去算的話 它需要進行這個平方或者根號的轉換 也就是說我們要把x乘y是6 是負6這件事情 轉換出來變成是 x平方乘y平方 它會是這個負6的平方 是36 那接著呢 我們就把這個x平方當a y平方當b 也就是你現在有的是ab 還有a減b 所以我們就去找這個a減b的平方 這個 x平方減y平方的平方 那它應該是5的平方是25 它應該是25同時它會是這個 x4次加y4次然後減掉2乘36 減72 所以x4次 加y4次等於 那這個25加72的話是 97 97 可以嗎 那這個是 到目前為止 我們 也就是把x平方當ay平方當b 不過呢在這裡提醒一下 就是說x4次加y4次其實我們不用去 一定要算 因為我們最後的目的是要求這個x平方加y平方 的平方 所以其實你可以拿這個25 加25加上4個36 就是25加144 那這樣加出來的話是這個 169 那或者你也可以拿97再加72 一樣的意思 它是 169 那 我算到x平方加y平方是 的平方是169之後 x平方加y平方 它會是正負13 可是因為這兩個都是平方 所以其實負是不合的 OK 到這裡 那我知道x平方加y平方是正13 正13的話呢 這個x加y 它會是多少 我要知道x加y 其實我要知道的是x加y的平方 所以我去算這個x加y的平方 我拉上來 這個是第1步 第2步 第3步 好上來第4步呢 所以這個x加y的平方 就會是x平方加y平方43嘛 然後加上2ab 也就是2倍的這個x乘y -12 等於1 等於1 所以其實x加y呢 就會等於 那這個當然還是兩個 正負1 我們剛剛說你用想的話你會發現這個 它是2和3 那其實它是 因為乘起來是負的嘛 所以它可能是這個 2和負3或者是負2和3 這樣會使得x加y有兩個答案 這是這一題 那麼這一次的作業 這次的作業很簡單 那 大家可以試著去展開一下 雖然這個不在我們的懲罰公式之內 不過就是練習看看 那我們今天上到這裡